大婶教穷困潦倒的美牙在网上卖二手货 不料卖出去的东西把大婶给气到了 这个奇怪的花瓶 我居然用500卖掉了耶 这个花瓶有什么特殊的呢 这天隔壁大婶给小新送来了奇异果酱 美牙连忙道谢 以为大婶是刚从纽西兰旅行回来 结果大婶却掏出手机 告诉美牙其实是在这里面买的 有想卖的东西也可以在网上卖 你看我30年前的旧和服 一件卖了12000 一件卖了13000 这样不但可以处理掉家里没用的东西 也能赚钱多好 随后美牙便下载好APP注册了账号 接着就是开始上传要卖的东西 于是撸起袖子就要大干一场 要把壁橱里没用的东西统统卖掉 接着就要动手 小新连忙换上装备准备迎战 只见壁橱一打开 很快美牙便搬出来了一堆要卖的东西 健身器材成了第一个要被卖的对象 美牙先是咔嚓地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设定价格 最后是写商品双眠 只要坐着看电视就能消除腹部坠肉 美牙接着写上我现在小副已经平坦 所以要转让掉 接着便上传成功了 现在坐等收钱就行了 这时大婶打来了电话 她没想到美牙动作这么快 但这样肯定不行 美牙没想到大婶竟然看出是她在卖东西 因为使用者名称就直接写演员美牙嘛 大婶告诉她在网上不要用真名 而且价格八千八太贵了 本来的价格是九千八哎 打个五折 卖半价四千九还差不多 不会吧 还有商品说明还要更详细 有没有什么商或者污渍都要说清楚 美牙觉得这个没用过应该没什么伤痕 不料 美牙连忙撕下贴纸却破了 于是用手一抠 随后热心的大婶又帮忙拍照 接着大婶让她把包装箱拿出来拍 箱子她早就拿去卖废品了 连说明书也不知所踪了 之后大婶又帮忙看她还有哪些需要卖的 没想到竟然有一堆各种各样的受邀产品 接着又打开一个箱子好奇这是什么 没想到全是减肥食品 最后美牙开始摆放准备拍照 而另一边的小新也叠起了罗汉 这时小葵一把拍倒 大婶捡起来一看 发现竟然明天就过期了 这东西谁会要啊 很快到了第二天 热心的大婶问美牙有没有卖掉什么东西 美牙兴奋地说有卖掉一个 没想到这丑不垃圾的花瓶能卖五百块 这个花瓶是我之前在桃医教室做好送给你的作品 节俭持家的美牙为了省钱疯狂扫货 结果却成这表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小新刚放学回家 美牙便一脸严肃地让小新去换衣服马上出门 小新好奇去哪里 去左腾九日堂 百货礼品现实特家活动 美牙燃烧了起来 今天她要横扫九日堂 可在车上等了35秒的美牙还不见小新出来 等急的她直接冲进家里 抱着小新就跑 随后便开着小绿来到了超市停车场 这时小新突然说我没穿鞋子 美牙连忙问你鞋子呢 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强行把我带走 小新问要不要回去拿鞋子 美牙却觉得车子已经开进停车场 现在出去还要交停车费 于是美牙前左开工 这时特价广播响起 美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抱着小新就冲向战场 美牙拼命地往里面挤 可就是勾不着眼皮子底下的轻鱼罐头 这时小新顺着美牙的手直接来到了战场上 迅速地拿起最后几罐 轻鱼罐头倒手 接着就是牛肉 然后是清汤罐头 再是意大利面 就在美牙准备回家时 意外听到一个小时之后还有特价商品 重要的是会出现更贵的商品 那我们先回去一趟 让小新穿上鞋子 这时小新却突然说想上厕所 无奈的美牙开足玛丽直奔厕所 各位 我虽然被抱在怀里 但我不是爱上车的小孩啊 只是因为妈妈害我忘了穿鞋子出门啊啊 刚上完厕所 美牙就发现已经没时间回家了 干脆买一双新鞋子好了 小新立马被动敢超人鞋子给吸引 就想要这双 我比较想成为走在时尚超人间断的男人 可是那双鞋的尺寸太大了吧 既然这样那就换一双小马了 店员得知就去找看有没有小马 这是第二波现实特价活动开始了 美牙连忙抱着小新就要冲向战场 让店员先找鞋子尺寸 很快美牙便来到了战场 一瓶博铲酱油2100元 帝王蟹罐头3200元 咖啡两包2600元 年糕1200元 小饼干三盒300元 美好了 业员美牙大货钱上 这简直比中奖还要兴奋 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欢呼 正在回家时 却被鞋店的老板喊住了 一双刚刚好的动敢超人鞋子 这双鞋的金额总共是7150元 照顾小葵有多难 大神只是帮忙照顾了一会儿就成这样 回来了 没有美牙照顾的小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天有室外出的美牙 将小葵托付给了托儿所 美牙特意交代前台 如果小葵不听话不乖时 就把这里面的书给小葵看就可以了 旁边的小女孩只会玩三岁小孩的玩具 一转头看见小男孩只会私职 真是无趣 于是只好自己玩自己的 一个小屁孩爬了过来 拿起鸡木故意捣乱 葵姐怒了 这时阿姨走过来 让小葵不要乱丢鸡木 小朋友要相亲相爱 在哄好小屁孩后 阿姨拿着故事书 可我们葵姐根本看不上这种小孩子才看的书 这时刚刚的前台说美牙游给小葵带书 这个孩子还真早熟 一个小屁孩爬过来 抢走了小葵的男神 小葵连忙上手抢 结果 生气的小葵将小屁孩扑倒 阿姨连忙过来拦架 一把抱起小葵 但生气的小葵很生气 于是 而等美牙来接小葵时 托儿所的人已经成了这样 有需要再过来 几天后美牙要参加朋友婚礼 便将小葵托付给隔壁大婶帮忙照顾 随后小葵就被大婶抱回了家 小葵也不客气 冲到柜子边打开抽屉 顺手就拿出了大婶的存折 还打开看了看 这可把大婶急坏了 一把抢了过去 紧接着 着急的大婶有点着急 现在最保险的办法 就是让小葵睡觉 不然自己家之前的东西 全要被他给翻出来了 于是大婶盖起被子躺好 结果葵姐转头就跑了 大婶连忙起身追 一头就撞到了桌子上 而小葵又向大婶房间爬去 此时的小葵拿起化妆品 就往脸上挡 胆来的大婶抢了过去 就要盖好盖子 可下一秒 大婶刚把小葵放到一边 结果转眼又跑了 而等美牙回来时 大婶被折腾了一脸憔悴 到了第二天 小年轻密奇和席琳跑来借小葵 因为他们打算造娃 所以在这之前 先照顾下孩子练练手 大方的美牙果断答应了 刚到他们家 小情侣就开始逗小葵开心 可小葵却觉得他们像一对二汉 小青年感觉他们怎么逗小葵 小葵都不开心 难不成是饿了吗 于是倒上一碗忘仔小馒头 结果 就在小情侣收拾东西时 小葵往一边跑去 然后打开了抽屉 席琳连忙上前阻止 手快的小葵已经把东西拿出来了 这时密奇低头一看 你说真是工作用资料 西林转身就要开溜 却被叫住了 紧接着 而等小葵被送回去时 美牙好奇西林怎么了 该不会是我们家的小葵 不是不是 这件事跟小葵没有关系啦 有充慨 稳 表示